记者《王关人台北》报道,已婚的37岁野居草堂涉剑教练陈伯迁,涉嫌对高姓女学员求婚遭拒,犯而将她掐死并分尸在气质山区。 警方透露,陈并非第一次在外拈花惹草,一名女网友就在社群网站上痛批陈屎乱中气,你好狠,谎话连篇。 据了解,这名女网友曾与陈交往并发生关系,但她怀孕后陈就是乱中气,连她在三天前缠子也不闻不问。 女网友在社群网站上指控,台北市中国人寿筑山通讯处草山严陈X签,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,到现在都不闻不问。 据了解,这名女网友约在去年中左右与陈交往,两人互有好感并发生性关系,但女网友怀孕后,陈就是乱中气,不闻不问。 女网友原本常在社群网站上发文想念陈,但发现陈是渣男后,她也气得连番发文痛骂陈。 女网友原本常在社群网站上发文。